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莱坞推出音乐剧《The Sound of Music》《音乐之声》 获翻译成《真善美》 电影当时不但创下票房佳击 还赢得多项奥斯卡奖 不过过去几十年来 票房高得奖多的电影不可生数 当时制片人和电影主角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部电影在美国流行文化中留下深刻印记 50年后的今天 好莱坞还特别为这部电影问世50周年 举办庆祝活动 令人高兴的是 饰演当年电影主角的冯特拉普家族 一家9人如今都还健在 最近他们在《音乐之声》50周年庆祝活动上 团聚续旧非常的热闹 现在我们就来一起回顾 50年前推出的这部经典电影《音乐之声》 这首快智人口的歌曲《Do Re Mi》就是来自1965年音乐剧《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中多首经典名曲之一 今年3月是《音乐之声》上映50周年 美国许多主要电视节目和杂志都推出特别报道 连在今年奥斯卡班奖典礼中 《音乐之声》的开场就是实习修女玛丽亚 在阿尔卫斯山脉上高歌《The Sound of Music》的画面 修道院修女认为玛丽亚比较适合修道院外的生活 于是把她送到当地海军军官冯特拉普上校的家中当家庭老师 冯特拉普上校的妻子早已去世 她有七个孩子对他们不苟言笑 严格管理 但是热情青春的玛丽亚把音乐和快乐带入冯特拉普家庭 也和这七个孩子培养深厚的感情 渐渐地玛丽亚和上校爱上对方 由克里斯多福普鲁默饰演的上校也受到音乐影响 在电影中高唱著名的雪荣花Edovice一曲 表示她对奥地利的热爱 当时他们所在的奥地利萨尔斯堡即将被纳粹控制 冯特拉普上校拒绝被征召纳入德国纳粹军队 玛丽亚和冯特拉普上校于是带着七个孩子 组织冯特拉普家族合唱团 靠音乐表演为生逃离了奥地利也逃离了纳粹的魔掌 音乐之声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剧本就是以马利亚冯特拉普的著作 《冯特拉普家族合唱团》一书为基础 朱利·安德鲁斯和饰演男主角冯特拉普上校的 克里斯多福·普鲁莫 最近参加了一场在好莱坞举行的 音乐之声50周年特别放映会 虽然今年79岁的安德鲁斯 不再像50年前那样青春 今年85岁的普鲁莫不再像50年前那样俊帅 不过两人仍然明星气势十足身体硬朗 普鲁莫近年来还赢得了人生第一座奥斯卡奖 安德鲁斯说这部电影到现在 仍被世人热爱的原因有很多 可能是这部电影是关于爱情 是关于一个很大的冒险 是关于亲情 任何年纪的人都适合看这部电影 所以每七年都会有新的粉丝 普鲁莫很高兴回忆他和安德鲁斯 当年拍摄本片的情景 我们时常会忍不住笑出来 我们要努力板着脸不要发笑 当两个人的脸这么近距离唱歌 其实不是很真实 你知道就是我们在拍摄时 这么近的唱歌 不像现实生活 不过很有趣 朱莉真是一个很棒的人 她真是我的好朋友 饰演冯特拉普七个孩子的演员 也到场参加放映会 他们说这部电影 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成了家人 海瑟曼兹·乌里奇饰演老三路易莎 我们一起共度了一些很美好的时光 也度过不怎么美好的时光 每次我们都彼此互相支持 我们参加彼此的生日派对 一起过圣诞节就像家人一样 音乐之声在当年赢得五项奥斯卡大奖 包括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 电影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最高 最受全球观众热爱的音乐剧之一 里面的歌曲已经被翻译成多国语言 这些经典歌曲将世世代代 不断在全球各地流传下去 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 邀请一群学生制片人到白宫 参与第二届白宫学生电影节 今年参与竞赛的电影 有1500多部 都是由来自全美各地 6岁到18岁的学生制作 最后被选出在电影节上 播放的电影有15部 我们来看看是哪些电影 奥巴马总统最近请一群学生制片人 到白宫表扬他们的电影 还有一些电影明星也到场 祝贺这些学生不凡的成就 能够和你们一起庆祝这些年轻制片人 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创作 我深感荣幸 在白宫电影节放映的15部片 有一个共同主题 就是回馈社会的影响力 这部电影叫做《我们从我开始》 电影中科鲁拉多州一个小学里 一群二年级的学生说明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 让世界变得更好 八岁的赛蒂梅南德兹说 这个项目开始是一首歌 后来演变成一部电影 我们创作了一首歌 然后我们得知有关白宫电影节的消息 我们就开始把它制作成一部电影 然后我们就被选中了 电影《Champs》的制片人是芝加哥一个高中里 参加一个名为Champs的辅导项目的学生 这个项目希望帮助学生取得正面的成功 我们首要目标就是向世界传递正面信息 樊德尔·辛格尔顿是这个项目的创办人 你听到关于暴力 枪支暴力的问题 有时是关于帮派分子 但是这些男子向世界证明 他们将会是未来领袖 来自德州奥斯丁的阿彻尔·哈德利 患有脑性麻痹 必须做轮椅 在学校里一定要有人帮他开门 他才能够进出 非常不便 他于是采取行动筹款 让他的学校装上自动门 有一天我在雨中等着有人帮我开门 这就是我灵感的来源 我必须筹募4万美元装电动门 结果我筹集了8万7千美元 哈德利的同学 把他的成就制作成一部电影 高中学生班鲁特制作指导编辑这部电影 哈德利做了件了不起的事 他筹集了8万7千美元来改变我们的学校 你必须捕捉这样的故事 你必须通过电影来说故事 这就是电影的目的 说一个故事 还有激发他人的灵感 为他们的社区做出改变 就像这些学生制片人 以及他们制作的电影一样 美国著名电视节目 The Daily Show with John Stewart 乔万斯图尔特每日秀 以尖锐幽默的视角看新闻 对美国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主持人斯图尔特今年早些时候 宣布将离开这个节目 谁会是他的接任者 一直是各界的关注焦点 这个星期答案揭晓 一起来了解 The Daily Show with John Stewart 乔万斯图尔特每日秀 被中国大陆网民称为 炯斯图每日秀 斯图尔特也被昵称为炯书 这个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 在美国喜剧频道播出 过去十多年来 以幽默搞笑的言语 机智理性的手法 嘲讽美国政坛和世界大事 今年2月10号 斯图尔特出人意料地宣布 他将在今年年底之前 卸下主持任务 造成很大的震撼 3月30号 喜剧频道宣布 31岁的喜剧演员 特弗雷·诺亚 将成为囧书的继任者 诺亚来自南非 父亲是白人 母亲是南非黑人 曾经在南非主持过 夜间脱口秀节目 他去年12月加入美日秀 第一个单元是讽刺 美国人对非洲的刻板印象 消息宣布后诺亚表示 没有人能够取代 斯图尔特 但是他和美日秀的优秀团队 将会一起继续让这个节目 是最好的新闻节目 这个消息公布后 有人对喜剧频道选择诺亚 挑起美日秀这个大梁的决定 表示怀疑 毕竟他没有什么知名度 经验也有些缺乏 也有人表示失望 因为美国夜间脱口秀节目 亲一色是男性主持人 喜剧频道错失选择一个女性主持人的良机 不过也有人认为诺亚有清新的活力 也是很有才能的喜剧演员 相信他会做出一番亮丽的成绩 自从斯图尔特1999年 接下美日秀的主持棒以来 他把美日秀变成全美最受欢迎 最受尊敬的脱口秀之一 这个节目曾经赢得18座爱美奖 包括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 副总统拜登 前总统克林顿和卡特 都曾经专门到节目现场接受专访 对美国政治和娱乐界有深远的影响 一年一度的西南音乐节 South by Southwest 最近在德州奥斯丁举行 这个音乐节成立于1987年 由于奥斯丁和其他许多重要音乐城市 距离遥远 而奥斯丁音乐人 希望不只能和美国其他城市的 歌手和乐团交换意见 也希望吸引世界其他的歌手和乐团 到奥斯丁来表演 于是开办了这个音乐节 时至今日 每年有数百个来自全球各地的 歌手和乐团前来表演 希望能够借此追寻在美国的发展机会 今年来自亚洲的音乐团体 在摇滚 流行 嘻哈等艺术形式上表现不俗 其中一些音乐团体 使用传统乐器 将现代生肖与古典音乐结合起来 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 记者弗莱库斯在奥斯丁 给我们介绍几个从台湾 韩国和巴基斯坦 来到奥斯丁参加音乐节的乐团 来自台湾的乐队 太飞堂专注于流行音乐的制作 但这位乐手正在使用中国的古典乐器 二胡进行演奏 这位乐手正在弹奏 另一个中国的传统乐器 古征 太飞堂乐队的主唱代比 对他们的表演风格进行了阐释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 将中国传统乐器 融入到现代流行乐的节拍里 他的演唱风格很明显 受到了美国流行乐的影响 在他的家庭从巴西搬到台湾之前 他受美国流行乐熏陶已久 我把两种风格中 我所喜欢的元素相结合 吸取各自的精华 形成自己的风格 有时乐手们会随着古征 和曼陀林的演奏而摇摆 因为就是有时候 我们乐团也在诠释一些 比较抒情或者是线条的歌曲的时候 当然就是用二胡来表现 然后做一些 比如说我们有弹的 比较有节奏 比较有弹跳 比较有节奏的快歌 我们就会用琵琶来表现 韩国二人组合顺也使用了类似的传统乐器 歌手朴吉华说 他和同伴徐静敏结合了许多传统元素 以成就自己的风格 把古典音乐与韩国传统经典混合得很好 顺乐队的一部分作品 引起空灵的旋律 而被视为是新时代的象征 而另一部分音乐 则节奏明快 有时候会让人联想到爵士乐 观众们对此都非常喜欢 从巴基斯坦南部 新德地区来的歌手麦海 所隐藏的部分歌曲 已经有好几百年的礼 阿普杜勒哈克唱 一位旅居奥斯丁的巴基斯坦人 担任起发言人和翻译的角色 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古老的民间诗歌 另一部分则是他亲自所创作 因此这其中既有传统歌曲 又有他本人即兴加工的成分 麦海此次成型 得意于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 所组织的一个访问项目 而这个项目是在 伊斯兰堡的一家私人机构 艺术文化与教育基金会的 帮助下设立的 现在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 城市居民也开始喜欢这种音乐 因为它的风格截然不同 充满新鲜感 看起来西南音乐节的观众 对此音乐的喜爱也基于同样的原因 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 与德克萨斯州奥斯丁的报道 在西南音乐节举行期间 西南电影节也在同时进行 今年西南电影节总共放映了 145部电影 数量创电影节记录 其中一部记录最后一位登月宇航员 美国人游金塞尔南的电影 引起热议 距离塞尔南登月之旅 已经过去了42年 他本人感叹 在他之后便再也没有人登上过月球 记者弗莱库斯继续给我们介绍 在1972年 游金塞尔南作为队长 与另外两名宇航员一起乘坐阿波罗17号宇宙飞船 开始了最后一次登月之旅 在当年的12月14日 游金塞尔南在月球表面的尘埃中 写下自己女儿名字的缩写 架好遥控相机 之后便进入登月叉 塞尔南当时认为 未来会有人再次前往 但是他说 美国的空间项目 其后便走入了错误的航道 完全没有相关的空间项目在运行 塞尔南对现状感到十分遗憾 我们甚至不能用一个纯美国造的发射器 将一个美国人送入我们自己的空间站 塞尔南来到奥斯汀 帮助宣传这部关于自己的电影 该片恰如其分地被命名 月球上的最后一人 尼回顾了20世纪60至70年代 美国经常性地将宇航员 送入太空的光景 电影将档案资料中 年轻塞尔南的影像 与如今年老的他造访 当年飞船的镜头 建计在一起 有成功也有伤痛 塞尔南回忆说 家人为了支持他的事业 付出很多 影片导演马克克雷格说 从塞尔南那里得到坦率诚实的意见 并不困难 对我们而言 最幸运的是 塞尔南建坛的性格 使他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 很明显 塞尔南至今仍对月球着迷 回去吗 马上就回去才好 塞尔南知道他的太空生涯已经结束 但是他希望有后来人能够继续他和同伴们所开创的事业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鼓励年轻人 给他们一样的 当年我和我的同事所获得的机会 要成为一名宇宙探索者需要哪些特质呢 如果你相信你毕生从事的事情是正确的 你就愿意接受挑战 承担风险 我认为这就是需要的东西 他希望电影《月球上的最后一人》 能够传播这个信息 美国之音记者弗雷库斯 德克萨斯州报导 有伊林播报 好 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或希望和我们联络 请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 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Peggy VOA 就是P-E-G-G-Y-V-O-A 我是张佩芝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 拜拜 拜拜